弟兄姐妹平安 早晨让我们透过这首诗歌 让神的爱在我们中间流动 我相信神说 祂要我们不要一人独居不好 祂要我们彼此相顾 让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首诗歌里面 来分享神的爱 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 一路上不开 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你愿意 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 为所爱的发出声音 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 为爱而生 为爱而活 为爱去付出 拥抱不放手 为爱流泪 为爱而笑 为爱我愿意 一路同行 爱里没有孤单 没有惧怕 放下自己 脱走一里路 淡淡相信 没有保留 因为爱里 漫有奇迹 有一个梦想 有一个梦想 在我心头 一路上不开 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你愿意 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 为所爱的发出声音 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我的精彩都是因为爱 为爱而生 为爱而生 为爱而活 为爱去付出 拥抱不放手 为爱流泪 为爱而笑 为爱我愿意 一路同行 爱里没有孤单 没有惧怕 放下自己 脱走一里路 淡淡相信 没有保留 我愿意 因为爱里 拥抱不放手 能传你爱 为爱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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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值得 我愿意 为爱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主啊 求祢今天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 主啊 我们不是在孤单跟恐惧当中 所被生育出来的 主啊 我们应当是在祢的爱中而生出来的 主啊 今天求祢帮助我们 知道一个真理就是主啊 祢要我们不要一个人躲在黑暗当中 主啊 祢说那个人独居不好 祢要赐给手足 赐给我们同伴 赐给我们团契 让我们可以在彼此的爱当中 也享受主祢的爱在我们当中 主啊 我们也感谢祢 主啊 祢说两三人合成的这股绳子不容易折断 主啊 祢好多好多次都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一个人行走 主啊 祢要我们一起来寻见祢 主啊 今天祢帮助那些在孤单的弟兄姐妹当中 主啊 圣灵来亲自对他们的心说话 主啊 祢也让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 成为这些好像在孤单惧怕的里面的人 为他们多走一里路 为他们多做一些事 让他们一起回到神的怀抱跟家中 主 谢谢祢 帮助我们领受这样子的眼光 祷告奉靠我主宝贵 得圣荣耀的名 阿们 亲爱的家人 平安 我们进到第二集 我们要一起来思想 如何走出如影水行的孤单 其实孤单或孤独 是很多的人 常常被冗罩的光景 甚至很多的时候 我们明明也活得好好的 不知所以然的 里头常常是苦闷跟惆怅的 为什么孤独和孤单 会常常如影水行的跟着我呢 以是使我们好像常常活在一种 黑暗的苦闷的一个迷雾的当中 我们常常是想到 没有人了解我们 没有人陪伴我们 没有人照顾我们 没有人在乎我们 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跟我 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常常会觉得 我们的里面很孤单 或者很空虚 所以呢 我们要一起 到底怎么样来面对 孤单和孤独 这一只孤单和孤独 无助的这一个感受和思想 常常会停留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二章的 第十八节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呢 亲爱的家人 孤单 孤独 独居不是神的心意 不是神的心意 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我们来读四篇的六十八篇的第六节 神叫孤独的有家 是被求的出来享福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力行善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两人劳碌同德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所以呢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孤独和孤单 不是神的心意 神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真的彼此的陪伴 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的团体 曾经有一个姐妹 她是很稳定在教会聚会 而且每一次牧师 讲完道以后 她自己也很有得着 但是有一次 她在听了很棒的信息之后 她突然问牧师说 牧师虽然我都参加很多的聚会崇拜 为什么我还是常常觉得 我很孤单呢 虽然你的信息对我很有帮助 但是我还是常觉得我很孤独呢 牧师就问她说 那你有参加团契吗 你有参加肢体生活吗 你有参加小组吗 你有侍奉吗 结果这个姐妹说 没有 没有 所以呢 难怪她里头很难去经历到 里面的滋养 里面的滋养 以致她常常里面是孤单的 所以呢 弟兄姐妹 我记得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小组长 是姐妹 她的先生没有信主 那她也不断的整个小组也跟她先生传福音 可是呢 她先生整整十年 都不愿意信主 一直到有一年呢 她出了车祸 自己开车去撞到树 然后呢 也是很大的一个损伤 整个小组啊 整个区域来关心她的时候呢 她先生的心就慢慢软下来 然后也愿意向神来参加 就信主了 感谢神 但是她信主以后 开始参加团契和小组的时候呢 她就开始跟她太太说 哎呀基督徒啊 为什么要参加小组呢 其实 每一个人基督徒啊 就是一张嘴嘛 哇 她讲了很护面的声音 然后呢 也对教会 因为才刚刚信主嘛 里头都是还需要建造嘛 但是感谢主 她的区长 她的组长 就邀请她进入RPG 跟她一起读神的话 一起用神的话来祷告 现在她的先生也成为一个小组长了 所以呢 而且还邀请弟兄一起参加RPG 一起读神的话 一起用神的话吃喝祷告 让生命能够成长 所以呢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走出孤单呢 第一个 就是你很需要 你很需要 一个群体的陪伴 一个肢体的生活 因为神要 被求的能够出来 有一个家 被求的能够出来 享福 我们来看 提摩太后书22 第二章22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施语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人耐和和平 弟兄姐妹 这里说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人耐和和平 神给我们一个家 神给我们一个 神给我们肢体 彼此的陪伴 我们同心是要一起祷告 一起追求 我们同心 我们聚集在一起 不是要讲八卦 不是喝咖啡聊是非 不是吐槽 我们同心在一起 这个团体 是为了要成长 成长 但是你有看到 很多的人 他们没有参加肢体生活 很多的人 为什么都是孤单 孤独的 而当我们讲 孤单和孤独的时候 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不知道 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关系 你会发现 世界上的人 当他们孤单和孤独的时候 他们常会用很多的方法 用什么方法呢 第一个工作狂 不断地工作 来盖住里面的孤单 来盖住里头的孤独 反正一直忙忙忙 就不会有那一种苦闷 惆怅 另外一种人 当他们孤独和孤单的时候 他们选择不正当的试探 不正当的试探 譬如手机上瘾 譬如追求很多不好的网站 社情的网站 譬如追求 譬如寻找很多感官和刺激 来填满里头的孤单感 还有一些人 更严重的是不断地刷卡 购买东西 用吃喝完了购物来满足 来代替里头的这一个孤单感 而带来的其实是经济很大的亏损 可是购买完东西拿到以后 回到家里还是一样的孤单 其实你发现一个人孤单 最大的诱惑就是用别的事物来代替 最大的诱惑就是用别的事物来代替他们的孤单 因为这些人不知道 只有一位可以代替这一些的事物 这一些的事物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孤单和孤独呢 跟同心倾心祷告的人 一起追求神的公义 信得忍耐和和平 第二个 我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如影随形的孤单呢 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 善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我们看见主耶稣行过神迹 然后为保五千人之后 很多人要拥护他 可是主耶稣怎么样 他一个人退到旷野 或退到山上 只有一个人去祷告 所以呢第二个 弟兄姐妹 孤单跟与神独处是不一样的 耶稣他不孤单 他可以一个人 他一个人做什么呢 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 看哪时候到了 且是已经到了 你们要分散各归各自己的地方去 留下我独自一人 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 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孤单跟与神独处是不一样的 孤单是一种疏离 一种隔离 一种封闭 是一种与神与人隔绝 失去了连结 可是独处 与神独处是什么 耶稣他与神独处 即使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能难不孤单 因为他知道天父全然与他同在 而与神独处跟孤单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你自己从人群的当中 抽离单独与神面见 从聆听光照 回转 走出了黑暗 走出很多 没有人在乎我 没有人关心我 没有人了解我 没有人看中我 对那种孤单的谎言和黑暗的诠释 当你与神独处 你就越来越能够爱神 爱人和爱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最后来读诗篇27篇第四节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能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殿里求问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有时候祷告有很多的事 但是大卫在这里只有一件事 只有这一件事 这一件事就是阿爸 我要你的同在 我要的是你自己 因为只有你 能够在我孤单的时候 安慰我 满足我 带领我 使我的生命 充满了真正的丰富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我们要正视我们里面的孤单的声音 意念和捆绑 太多的声音 让我们进入孤单的谎言 思想和情绪的当中 很多时候孤单感 会让你变成 躲入不正当的试探 少年人的试遇 甚至很多很多不当的行为 让你进入一种滚绑的当中 所以好不好 我们再一次同声开口 祷告说 父神我要正视我里头这些 孤单的声音和行为 同声开口来祷告 是的 祷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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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我们感谢祢 以祢赐祢的独生爱子耶稣 作为我们一生的朋友 主祂经历过前所未有的孤单 经历了被背叛 经历了所有人的拒绝和嘲笑 以至于祂能够懂我们的感受 主我们常常感觉 需要独自面对一切的问题 认为没有人能完全理解我们的处境 甚至对我们的人生充满绝望 不再开口向人寻求帮助 也不再相信祢是笑脸帮助我们的神 主啊求祢再次用祢的爱包围我们 主我们可以承认自己做不到 这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倘若我们因着长时间离开人群 不再与肢体互动 也求祢来显明我们是否有过度独立的问题 我们愿意来到祢的面前 重新地将主权交还给祢 我们也向祢求 赐我们可以再次回到肢体的勇气 同时亲自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在孤独时不被仇敌的谎言 扰乱了我们对祢的专注及信心 天父谢谢祢的爱 轻引我更靠近祢 主我们为正在受忧郁的情绪的捆绑的家人来祷告 主啊只有祢可以医治我们心里面的孤单 是的主祢的圣灵来提醒我们 祢说祢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站立的稳围你 父啊求祢帮助我们 在面对孤单和孤独时 让我不忘记祢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再次要来祷告 神叫孤独的有家 神使我们被求的能够出来享福 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 我们为什么要有教会 有家 有肢体的生活 因为我们可以彼此的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所以我要再次来祷告 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看到 怎么脱离这个孤独孤单的生活 第一个就是你要有肢体的生活 让你里头能够被支养 第一个你非常重要的 就是让你里面的全员可以涌流 你能够给 你也能够领受 家人陪伴的时候 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好 同生开口来祷告 是的 主啊还是要仰望你 我们都在你的家被建造 我们都在你的家 我们立即公布出来 我们在你的家 而我们不孤单 我们不会被你 父母天安的生意所拢到 有一个家 我们脱离 自己孤单的 你一手带来的孤霸 我们脱离 用别的东西来耐力孤单 因为我们有肢体的陪伴 而冤枕 带我们更多来追求你 主啊 你的话说 你要叫孤独的有家 你要叫孤独的有家 主啊 你知道每一个人 我们里面每一个人 内心的需要 主啊 你为我们预备了 彼此扶持的关系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也可以敞开 我们的心门 不让孤单 成为我们里面的 重担跟包袱 主啊 你也帮助我们 可以分辨 孤单跟独处的差异是什么 让我们是在独处当中 来寻求你的面 而不是陷入孤独的深渊 主啊 也求你帮助我们 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 我们可以彼此 找到有归属感 跟爱的小组 跟团契 也帮助我们 主啊 里面有这样孤单的感觉 我们可以有一个 勇气跟突破 帮助我们跨出去 积极地去参与 教会的活动里面 跟弟兄姐妹建立关系 主啊 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给予爱 也能够领受爱的人 主我们再美你 主谢谢你 我们要大大的来向你感谢 因为我们已经不活在 无父的时代 我们已经不是孤儿 主我们要向你 大大的来感谢 因为是你将我们 放在属灵的家中 让我们能够在肢体当中 彼此扶持 彼此相爱 主你也让我们知道 身子不只是一个肢体 乃是有许许多多的肢体 感谢你主 让你成为我们身体中的 一部分 使我们可以靠着彼此相邻 而得着祝福 主我们要向你求力量 让我们可以学习 常常放下自己 来更新我们的眼光 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 有软弱的时候 主我们可以看见 彼此的需要 我们可以互相担担 个人的需要和重担 主啊 让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 在教会的当中 借着你的爱 成为彼此的祝福 并且活出合一的见证 主谢谢你这样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是的主啊 还是奉你的名 祝福所有的家人 你让我们看见 我们的被照 你是那位看重关系的神 我们的被照 就是要与你建立关系 我们的被照 就是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都能够来亲近你 我们的被你创造 就是要活在被爱的当中 Amen 当我们能够与你来连结 当我们能够更多的 如同主耶稣与父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领受光照 我们领受爱 我们能够走出黑暗 打破所有仇敌的声音 Amen 我们能够回应你的大诫命 Amen 我们能够爱神 爱人 爱自己 Amen 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 你一直都在 Amen 你把加持给我们 Amen 你把三位一体的神 跟我们同在 Amen 我们一生的年日 风风满满 奉俗的名祷告 Amen 为爱而生 为爱而活 为爱却付出 拥抱不放手 为爱流泪 为爱而响 为爱我愿意 跌入通行 跌入通行 爱里没有负担 没有去怕 放下自己 多走一粒路 代代相信 没有保留 因为爱里满涌 没有保留 没有保留